HELLO 大家好,又是 Danny 教仲方 今期正啦,今期又早些拍 那些开花的私人掌,就不用等它收回 才给大家看一看 事不宜迟,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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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 开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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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 其實之前講過的蠟骨 今天開花給大家看看 蠟骨其實都是 我們叫裸鱷科 即是說 那個花瓣 即這個花瓣 下面這一節沒有毛 那就叫裸鱷 就是裸鱷是裸的 沒有毛的 好像裸體那樣 所以叫裸鱷科 裸鱷科有很多種東西 那些蠟骨 或者之前講過的 碎雲毛山錦那些 上面有錦 五眼六色那些 又不是蠟骨 薄薄的 很肥的那隻 這兩隻就最受歡迎 那這裏有一棵 很漂亮的 很漂亮的 粉紅色的 是不是超漂亮 超漂亮 看完這棵 這棵更好 整棵都紅色的 接近沒有綠色的 是不是叫紅色呢 不特紅色 也叫啡紅色 不特紅 那咯 講講辣骨 其實之前都講過了 不如開花再講多次 因為人們不是集集看的 蠟骨感其實本身是集的 集集是最為矛單的 因為本身唇的蠟骨感很少 蠟骨很少出感的 有很多很難貴 是超難貴的 略於唇的蠟骨感 是不是真的唇呢 還是望內似唇呢 沒有人知道的 總之就很唇的就當唇 是啊 很唇的就當唇的 說一說怎麼種 除了買之外 其實現在蠟骨感便宜了很多 之前炒得很貴的 如果你說這顆 粉紅色的 很貴很貴 是說的是千幾兩千元 現在便宜了 幾個水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大家想找蠟骨感 可以找我 記得我的電話是93082081 記得WhatsApp 電話我不聽的 那蠟骨感你外面找不到 是啊 不會翻這些東西 我也是說那句 這些朝童不玩的 外面就不會翻 其實你說玩多肉的 為什麼不玩蠟骨感呢 為什麼不玩蠟骨感呢 經常開花的 由春天開到現在 夏天會停一停的 最熱的時候 現在秋天呢 就是這樣狂爆花的 還有它開花你可以跟它受粉的 就是你有兩棵 你跟它受粉 交換一些花粉 有結到果呢 用來播就很棒 因為蠟骨感這些呢 水圓茅丹那些 都算生粒快的 你說如果這麼大棵多久呢 年嶺 年嶺有這麼大棵 即是種子種起 年半至兩年左右 如果香港種來講 最好春夏那時候 譬如你結了果 因為冬天的 起碼要過來兩個月才熟 那你到春天播種呢 那就變成有仔 有仔你夏天狂穀它 穀水呀穀肥呀 不斷曬它的話呢 有1cm 左右那麼大顆 那就很穩定的 那你種多年 有這些那麼大顆的 那種很棒啊 那種 記住找那種 那種 那先講怎麼種 用多樂土種 但這些它本身是小棵 算是比較小的才能長 所以你用多樂土呢 就不要用粗粒的 一定要用又粒的 即是很小粒的 即是3mm至5mm 那麼大那些 那些植料 那個尺寸 那肥就一顆肥 一顆肥就慢能了 不用說了 那就 想快些大的 如果種到這個尺寸 想快些大的 就噴一些有機肥 肝基酸呀 魚肥呀 或者放一顆那些 什麼古早肥 然後放一顆肥 對呀 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 全部都要放肥 即是我都 不厭其煩地 吵那些白癡仔 即是說 不放肥那派人 那派人 那派人是沒有老兼白癡 OK 那 不講那麼多了 因為那些人都不值得一提 好了 那講講什麼 講講 又是這道 基本上每次都講這道 三個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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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很冷靜 三個玫瑰 現在秋天呢 又是爆花的季節 來的 那我終於呢 就不用 拿那棵 可能是星花那棵 因為 十四九次都是拿它做主角 因為它是不停地開花的 它是連夏天最熱的時候 都不停地爆花的 那現在有 第二個替代品 就是它 這棵 我超級喜歡的 這棵 它的腳完全是白爪魚型的 而且 它這隻腳 它不是說 泰國泰宿套那些 是切出來的白爪魚 它是天然白爪魚 很漂亮的 我夏天呢 不就是明年 明年我換盤 盤應該不用怎麼換 這棵 這棵盤還夠 明年我鬆一鬆土 再拔高它 等那些白爪魚腳再凸出來 就更漂亮 它現在白爪魚腳 變得凸出來 應該是 還有 起碼可以三分一 可以再拔高一點 拔高上去 那它一路 這樣大 白爪魚一路這樣打開 很漂亮 這棵盤超棒 枝條多 白爪魚養 重返 最重要是重返 最重要是實生 而不是駕接的 超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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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棵盤做了很久 這棵盤起碼都 四五年 不知道有沒有 大了都成倍 回來很小 回來跟這棵盤差不多大 對 超棒 所以 現在有個帥仔盤 換了個 之前用爪魚膠盤沒那麼漂亮 現在用回啞盤 好帥仔 好帥仔 好了 講講旁邊這一棵 這一棵呢 漂亮不漂亮 重返 不過呢 尾中不足 怎樣尾中不足 尾中不足 尾中不足 這棵盤 所以它刷得比較慢 而且脂條沒有那麼貌性 架接始終是 差一點 不是說不會大 始終是差一點點 架接 沒有那麼帥仔 而且頭部沒有那麼快 但是這棵盤都開始爆 我都沒有換盤 因為現在沒飯了 秋冬就千萬不要換盤 秋冬換盤 它服不了盤 就刷一棵 因為現在又開始冷 又濕 所以 不理它了 爆盤就爆盤 不理它了 夏天再換 還有呢 這棵呢 我比較用多些沙質土 所以它硬身很多 吃一棵東西 好像有些人說 種多肉 控水那種方法 硬仔 硬很多 這棵都硬 但是呢 它是相對 相對 相對 因為這棵是濕一點的 這棵更乾一點 是很硬身 很帥仔 還有這棵呢 為什麼說 喂 你又說不進價接呢 為什麼這棵買價接呢 這棵好辣正的 這棵的花呢 好像沒有什麼特別 都是重返 好像街邊的東西 但是這棵的花 怎麼正化呢 好辣香 怎麼形容香味呢 我先聞一聞一聞一聞 嘩梅味 對 是有些話梅味 但是又沒有那麼酸 沒有那麼酸 話梅味 是甜的 甜很多的 很正啊 這棵東西 我都很少有機會聞到它的香味 有時候 價接這些水 不是說 一齊爆發 像旁邊那棵一樣 只是看過看 有些又不是 有些人單點價接呢 何为单点价摘呢? 这个整个头批了它 只摘一支 等它出来的全部都是它自己的 但这波不是单点价摘的 这波是很多支条分出来 就是逐点逐点价 如果看到逐点价那些 例如花区那些全部都是逐点价 这些真的不要乱 它很差,因为它的逐点价 变成它的生长速度有前有后 变成它的花是不会一起开的 是这个开完之后 其它开其它开,所以不过瘾 不过瘾的 例如是买价摘的,一定是单点价摘 整个头批这样剪掉 摘一支,那些叫单点价摘 这些叫做多点价摘 多点价摘 有些可以摘多几种 几种式 但是那些没用的 你摘几种式,但它不是一起开的 你不会很少的机会 看到它有几种式 放在一棵椰子上 所以不正 但是这个香味是超级正 所以我就留下它 好了,讲讲这棵 这棵拿开 不用拿开 这棵正 如果大家有留意我的影片 应该我之前介绍过这棵椰子 这棵椰子 我说是极之罕有 为什么可有呢 它叶细 花又细 很配合人的叶 因为其实三萝贵是很杂的 这棵也OK 有些花是漂亮的,但叶很大 所以你看到叶更多 叶更多 这样不过人 这些是个人的 花是小 叶又是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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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又不是很圆 算是圆 就是看开到叶了 这棵椰子 就像叶又是小 叶又是小 还有一个正的地点 就是我之前不是拍过 咬过它 因为之前的芝士全部向上 现在我全部咬下了 整个形状都是这样 很漂亮的 那棵椰子可以再按下它 让它再咬多些 对 对 我之前不是教过大家 找一些铝鲜咬的 你记住 你咬到一段时间 就要把铝鲜拆一拆 再捡回 但不要捡回原位 因为它久了 那些铝鲜都会吃进去 那些树皮那里 因为那棵椰子会大 大的话 你一路 它一路大 但是你的铝鲜位 不会大 那棵椰子吃进去 树皮那里 就不靓 有狠 所以就移一下 移一下 移一下 咬一咬它 很漂亮 好吗 这一站应该是12月 差不多是圣诞节 或者是11月尾 不知道铺牌 什么时候 现在都是沙漠玫瑰季节 如果看到大家想要的 这些实生重返的 叫我 好吗 9308 记住 你和我说什么颜色 大概什么颜色 就不可以 你找到一棵 完全不一样 因为我都说 珊瑚玫瑰是很雜的 同一个老母 都不会出到一棵一样的花 所以就说 大概就帮你找到 你想要的 多大棵 什么花 重返单返 这样 这样就可以帮你找 好吗 下集见 现在也不知道下集是什么 下集见 拜拜 性情 流云 生 流云 是啊 这位